道路糾纷女子暴怒 回头惊觉车子滚走不见了 一名有着轻微怒怒症的女子 原本因为道路糾纷要暴怒 却被影片拍到车子自己滚走了 搞得超丢脸 根据利物浦回声报报道 Scott McReady 上周五开着卡车载着朋友 结果却遇到一个暴怒的驾驶 Scott说 那名女子貌似因为她 把卡车开进比较小条的路就抓狂了 影片显示 女子开着一台黑色的佛鹤汽车 当时为了和卡车会车 于是开上人行道 但是她却突然停车 下来对Scott大吼 Scott却回复她 你用爱刹车吧 女子回头发现 车子一路滚下街道 女子跟在后面狂追 好不容易在公园停下 女子又再次回头对Scott怒骂大吼 不过她应该觉得很尴尬很丢脸吧 幸好意外发生时没有任何人受伤 哦 不过女子的自尊 应该有受到一点打击 大家别忘了 开车上路 要发脾气之前 要先检查自己有没有刹车哦 那是完善的 那是伤的 我一个人受伤的 我给予了 感谢观看